在立委陳柏惟被罷免之後 台中第二選區的立委補選 國民黨候選人顏寬恆 昨天下午5點40分左右現身競選總部 宣布敗選消息 同時他也感謝支持者的鼓勵 更向林靜怡道賀 期待他能為中二選區做好服務 另外他也向總統蔡英文喊話 呼籲能夠愛護地方 深深一鞠躬 向支持者表達感謝 一定兩個多月的選戰 台中第二選區的立委補選結果 國民黨候選人顏寬恆 以七千八百多票的差距 落後民進黨對手林靜怡 這場立委補選 楊環恆打得並不輕鬆 開票之後和林靜怡兩個人 呈現了拉鋸戰 但最終結果五個區票數都輸 連鐵票倉殺戮都失手 開票不到兩個小時 楊環恆就宣布敗選 在恭喜對手同時 也呼籲總統要愛護地方 林環恆的背水一戰 雖然沒有成功 但他也向支持者喊話 會繼續努力 至於台北台中情報報導